资源回收的一个站点,他们呢,就主要有一个车 然后呢,这个很多附近的老百姓啊 还有清洁工人会捡很多的这种可回收垃圾 然后来到这来卖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挺像一样 但是呢,明天,他跟大家说这个明天后天他们不上班 因为呢,明天这个海淀区要派人来检查 这个,派人检查呢 就要求,就觉得这些地方都慢差 要求他们都撤掉 这是什么样的文明检查 能够让这种都无法正常运营呢 这些车都会被开走 因为据说他们的存在会让海淀区无法文明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事实上呢,这种垃圾回收对于城市的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说这种 这么个字幕格结合到